拳擊女王陳念琴 在巴黎奧運會 替台灣贏得一面拳擊項目的銅牌 歡迎她 時間交給Travis 從十四歲就開始投入拳擊的訓練 從十九歲她就成為台灣 史上第一位取得奧運女子拳擊賽資格的選手 在今年的八月 在巴黎奧運就有亮眼的好成績 一路過關斬將 奪下我們女子拳擊六十六公斤 亮級的銅牌好成績 掌聲歡迎陳念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拳擊選手陳念琴 歡迎念琴再次來到漢將主場 還記得上一次在主場跟你見面是在大巨蛋 這一次終於讓你來到我們真正的家 來到我們新莊主場 想先請你分享一下 這次走上來看一下這視野 跟上次在大巨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就是大巨蛋可能比較好一點 有冷氣吹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次 更接近粉絲 更接近大家 我覺得那個感覺更棒 是的 可以跟我們的漢將家人 更近距離一點 大家覺得比較遠 那再想要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參與了巴黎奧運 而且一路的過關斬將 順利拿下好成績 奪得銅牌的好成績 獻給他一點掌聲好嗎 讓你感受漢將家人的溫暖 那除了有每一位支持你的朋友之外 相信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一定也在比賽過程中給你鼓勵啊 或者是每一次的 休息的時候給你很多的力量 在幕後來扶持你 那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透過今天 透過鏡頭來跟大家分享的 好 我想要透過鏡頭 謝謝所有粉絲 在奧運期間為我加油 那在這邊蠻特別的是 回到富邦開球 我想特別感謝高國林學長 因為在奧運期間 我看到像每一次我比賽的時候 一比完他馬上就傳訊息 跟我想恭喜 然後期待我下一次的比賽 不管勝或者是敗 他都給我滿滿的鼓勵 所以感謝學長 掌聲給國林好嗎 好 相信國林也有在看直播 沒想到國民這麼的貼心 還透過訊息來幫你打氣 好 那再來聊一下 我們來關心你一下好了 結束了巴黎奧運 奪得好成績之後 近期你有沒有在準備 什麼樣的目標 或是準備下一場的賽事 是什麼樣的賽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好 因為奧運一結束 其實也是一個放鬆的時間 那現在其實從明年開始 選手都是從零開始 所以我們明年的計畫 會從一月開始 從國外的邀請賽 小比賽開始 然後慢慢地去接到 後年的亞運 然後奧運這樣子 掌聲再一次 為念琴加油好嗎 每一次都是重新開始 來重新準備 我們也希望可以繼續 幫你來加油 面對每一場賽事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請 我們輕輕地地地上手套 準備要邀請念琴 來為漢江來開球 也一起來掌聲 歡迎今天的開球捕手 一起來歡迎江少慶 好 我們先等待來 少慶就位 好 少慶就位之後 要邀請大家跟我一起來倒數 五 三 二 一 請開球 小慶可以 好球 非常可愛的念琴 在投球之前還說 我相信我可以 你可以 來 有請 少慶 還有念琴 以及Frenzy 一起來合哨一唱 好 我們看前方 看前方 可以擺個拳擊的姿勢 是我們投入的模樣 Let's go Hot Down OK嗎 好 謝謝 再次掌聲 送給我們今天的開球交平 非常謝謝拳擊女王 陳念琴 很獨特的開球 也很有她 個人在拳擊場上的特色 她是來自於成德高中 我本來一直以為說 會不會讓王以成 來擔任她的捕手 結果沒有想到 是邵慶來擔任捕手 非常地謝謝 陳念琴 也希望她在 如剛才所說的 從明年開始 在積分上面的 能夠爭取得很順利 然後去迎接 後年的亞運會 每次看陳念琴上場前 氣勢 架勢十足 很有氣勢 真的 還沒比賽 都會被她的氣勢給感染 恒生似舊 對 我相信她的這種熱情 以及她所帶來的能量 正能量 應該會給很多年輕的 撲棒看家的選手 這種感染 旁邊的好像就是王以成 應該叫學姐 這個氣氛是非常好的 然後也希望大家能夠帶著這樣子的一個滿滿的能量 這個氛圍上場去面對比賽 然後現在裁判已經進場了 那麼這場比賽馬上就要正式的點燃戰火 比預定的時間晚了一個小時的時間